三十六 大德之成 唯德累质 公路之长 点面杀石之慧 如欲成德 浮乎小品之行 凡是有大学问的人 道德高尚的人 他并不是 一下子就成为大学问家 大道德家的 而是在日常生活中 从细微末节做起 点点滴滴地累积起来 才成为了有渊博学士 和高尚道德勤操的大善知识的 正如公路 虽然又宽又长 实际上 它是由很小的沙粒 和石头汇聚在一起 逐步逐步雷起来的 我们人也一样 要成为大德 绝不能忽视小品 小节的善意行为 肢结上都得注意 包括言语行为 心地 唯妙的意识上 都得注意 修养自己的道德品质 最后 才能成真正的大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